7月份金星进入巨蟹座影响水瓶座人的奴仆宫 这会给水瓶座人带来不少的艺术感觉 自我的表现力也会增强不少 不过水星逆行也是需要水瓶座人注意的事情 在产生问题的时候要及时解决 避免产生连锁反应 月末群星坐落狮子座 这时候的水瓶座人则有望通过别人的帮助来增加自己的好运势 从爱情方面来看 单身的水瓶座人容易遇到自己欣赏的异性 有伴的水瓶座人本月则可以为两个人的世界增添一些浪漫的气息 事业方面要注意循序渐进的过程 并且与他人的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自我的职场人气 财运方面本月有望遇到不错的合伙人 能够带来财运运势 以上是水瓶座七月份的运势 更多运势请关注我们的平台 我是占星师 贺淑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